现在我们要演示的是,在MIT模式下切换成伺服模式 首先我们点击这个模式切换 然后再点击伺服模式 稍微等待一会之后可以看到上围机显示已经进入了伺服模式 这时候我们的控制栏也要切换成伺服模式 我们右下角也会一直提示已经在伺服模式当中 我们下集他们的制服模式 感谢观看